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2023年11月17号 媒体和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条爆炸性消息 果敢四大家族之一的白家成员 于11月15号称直升机逃离果敢 结果直升机被击中爆炸 机上的所有人员死亡 死者当中就包括了白家的女儿白映兰 女婿曹强丽 儿子白映仓 还有媒体登出了照片 而且圈出箭头说 这就是白映兰 看完消息人们纷纷欢呼 恶魔终于落到了英德的下场 可是一个月之后 另一条消息又传遍了全网 中国公安部通缉的十个果敢电炸头目 白映兰的名字又赫然在绑上 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 一个月之前白映兰被击毙 应该是一个假消息 或者压根 这就是白映兰本人的金铲脱桥之计 要知道 仅仅在六个月之前 白映兰还是果敢有名的爱心女神 是缅北的四大名媛之一 容貌清秀的她经常出现在各种慈善活动和公益活动上 甚至还出现在反诈骗的宣传活动上 你能想象吗 这个搞电炸的四大家族的名媛之一 公开露面反电炸 但是今天她却是人人胆寒 又痛恨的咬牙切齿的蛇蝎美人 白映兰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江湖传闻的缅北四大女魔头排名之首 要讲起女魔头之红心A 白映兰的来历 还得从她的老爸白索成说起 白索成是早年的果敢王彭嘉生的手下 彭嘉生早年又是免贡成员 颇受重用 还曾经在中国受过培训 后来做毒品生意发家 立刻拉出了一帮人来抢占果敢 把果敢变成了一个 类似于缅甸国中之国的军阀地盘 果敢仅靠着中国云南边界 面积大约有2000平方公里 是缅北善邦的第一特区 缅北山高林米地势崎岖 而且民族多如牛毛 没有上百个也有几十个少数民族 再加上缅甸军政府的内斗 根本就无力管理 盘踞在缅北的各种军阀势力 所以当彭嘉生占据果敢的时候 军政府也只能听之认之 但是提出了一项交换条件 就是你在这里面割据称王 没问题我们可以默认 但是就是不能够再从事毒品业 主要是为了避免周边邻国的干涉 彭嘉生也同意了 但是既然不能够从事毒品营生了 彭嘉生就只好找到了另外一条生财之道 就是赌博业 就硬生生把果敢的首府老街 变成了一座赌城 一晃几年过去了 彭嘉生的赌博业做得风生水起 还有了自己的军队 同盟军 成了一言九鼎的果敢王 但是他手下的马仔们不太乐意 以前做毒品生意 钱来得更容易 是一本万利 虽然彭嘉生分走了利润的大部分 但是他吃肉手下人跟着喝汤 也能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改做赌场生意以后呢 果敢的大赌场都被彭嘉生家族直接把持 手下们分得的利润不多 于是马仔们就日益不满 白索成 魏超人 刘国喜 这三个人就是彭嘉生手下的得力干将 特别是白索成 也就是今天的故事主角白应兰的父亲 他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 就跟随彭嘉生 作战骁勇 而且脑子灵活 是果敢的二号人物 不甘心的白索成 于是偷偷联系上了 早就想拿下果敢的缅甸军政府 2009年8月7日的清晨 鹤枪实弹的政府军突然冲入了果敢的地盘 当彭嘉生想奋起反抗的时候呢 却发现 除了自己的家族能把持的 极少部分武装力量之外 手下的那几大干将 白索成等人的军队 早已经缴械投降了 这个时候彭嘉生才恍然大悟 自己被手下人给卖了 这场黑吃黑的游戏 被称之为缅北八八事件 事件的结果就是 果敢从事实上的独立 降级到了自治 彭嘉生和他的家人 连同700多名战士 先是逃到了中国 然后又回到了 缅北的深山老林当中 打游击 白索成则是摇身一变 成了果敢自治区的第一任主席 和魏超人刘国席 以及一直在暗中支持政府军的 刘正祥这几个人 一起瓜分了 彭嘉生在果敢的产业 包括赌博业 矿业和卖银业等等 他们就成了果敢的四大新贵 老爹们成功了 他们的二代也纷纷走上了前台 白索成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就是二女儿白应兰 人称二姐 她长相清秀温婉 非常积极活跃地 出现在缅甸华人圈里 白应兰是家族的公关头牌 你别看果敢虽小 盘踞在这里的军阀 却有治大国的头脑 那是因为果敢这个地方 被各方势力所寄予 军阀在这里的利益 那也是无根的扶贫 无根的富贵 他在这里一手遮天 但是比起周边的势力来讲 他还算是弱势的 随时都有可能被跟除 所以呢 盘踞在这里的军阀 就意识到了 要打造一个负责任的地方政府 这种形象 被社会主流所接纳的重要性 于是白儿小姐就扮演起了领袖家庭里的第一女儿形象 主打慈善亲和 他出手大方 曾经直接把自己生日party上拿到的35万元人民币包红包 就捐给了果敢孤儿院 他还常常去贫苦人家里献爱心 资助穷人 他被果敢媒体MKKTV称为公益女神 顺便说一句 MKK果敢电视台 其实后台就是白家自己 白家还开办了百胜集团 这里得特别提醒一句 此百胜非彼百胜 我们所熟悉的百胜集团 是旗下由肯德基 塔克中 必胜客的美国餐饮业集团 而缅北白家办的这个百胜集团 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缅甸百胜 是个山寨版 明面上缅甸百胜在当地 也是财大气粗的明门正派企业 也积极响应中国政府提出的 一带一路的号召 从事着从建筑业到科技业的 各种正当行业 但其实这些都是明面上的遮掩 实际上他真正盈利的业务 是赌博卖银等等 见不得人的灰色产业 白应兰就是缅甸百胜的董事之一 同时他自己也开了一家 叫新百利的公司 自任董事长 而此时东南亚的赌博业 产业生态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2019年以后 缅甸开始允许外国人 在缅甸开设赌场 东南亚地区的各类杀猪盘 网络博彩业 也开始把目光投向缅甸 同时因为周边的国家 中国菲律宾 柬埔寨 泰国等等 开始大力打击电信诈骗 一些中国的P2P平台 东南亚国家的电信诈骗网络平台 就开始逐步向缅甸疏散 终于在缅甸这个缺乏法治的地方 就扎下了根 国杆的四大家族 迅速抓住了这一个机会 就在国杆开办起了各自的电诈园区 开始园区的员工还多是本地人 但是随着诈骗的规模越来越大 就感到人手越来越不够用了 白应兰的反应就非常快 他立刻想到了通过网络来招聘 白应兰常常在各类视频平台上 用温满的语气向中国人介绍 果敢是一个遍地黄金的温柔香 百胜公司和他的新百利公司 能够为中国人提供最好的就业机会 而急于找工作的大红 就是这样招了道 大红原本是中国东莞 一家代加工工厂的工人 因为疫情的关系 工厂没了外来的订单就倒闭了 眼看着自己就要坐吃山空 这个时候大红接到了 同乡A发来的视频 就是白应兰的招聘广告 只见屏幕上的白应兰身着名牌 语气温柔地 讲述着百胜公司的远大愿景 以及如何你能够在很短时间内 赚到一大笔败块 再加上介绍的同乡胸脯拍的山响 一再保证能在几个月之内就赚到在工厂几年都赚不到的钱 大红终于心动了 在A的带领之下 大红和几位同乡踏上了去缅甸的不归之路 他们一队一共十多个人 由A坐巷岛翻越了中缅边境的崇山峻岭 绕过了边境哨卡 到了果敢 一到果敢 大红的血液就凝固了 因为A立刻把他们交给了一队 鹤枪实弹的武装士兵 士兵们二话不说就把他们赶上车 直接拉到了白家的苍胜科技园区 科技园里有几栋写字楼 园区内有全副武装的士兵24小时把守 大红等人被送到了其中的一栋楼里 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人 拿了几百张A4资料纸分发给大家 这是一套专门用于诈骗的话术训练 负责人冷冰冰地说 想干就立刻上岗 十天罚500块钱的工资 这里的500块指的是人民币 因为在国感流通的是人民币 负责人又接着说 不想干的嘛 就让家人交20万元赎金 才能领人 为了杀鸡儆猴 大红等人被带到了一楼的体罚区参观 这里有水牢 有吊人的支架 电棒皮鞭木棍 刑具样样俱全 二楼就是办公区 有大约上百个男子 集在小小的隔间里面 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网友聊天 每人的办公桌上都有一台电脑 十几部手机 有的人身上还有明显的伤痕 有的人还戴着手铐 后来大红菜知道 这些人当中有的是自愿 但更多是像他这样 被坑蒙拐骗来的中国人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诈骗业绩不达标的人 下场就很惨了 他们就会被卖给其他诈骗园区 或者是被发配到 每个诈骗园区里 最臭名昭著的地方 叫卡院 卡院的看守会拍下 他们被虐待的视频 然后发给他们在国内的家人 勒索赎金 有胆敢逃跑的 看守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如果赎金也勒索不到 那他们的下场 有可能会更惨 就会被迫签下 同意器官移植到 协议文书 等待着被擀腰子 成为器官移植产业的人矿 榨干他们身上的最后一滴血 大红是他们那一组人当中 唯一侥幸逃过了这一切的幸运儿 后来他匿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不过不愿意提及 自己逃出生天的过程 白应兰还有一个好姐妹 也是果敢四大名媛之一的魏荣 魏荣的父亲就是魏超人 在巴巴事件之后 白索成成了果敢的一号人物 那么魏超人就升级到了二号人物 他负责果敢的边方营 是这四大家族当中 唯一有政府认可的军权的人物 其他几大家族虽然也有自己的武装 不过只能算是私人武装 唯有魏家的边方营 算是缅甸政府的正规军 这也是缅甸军政府 为了防止白索成一家独大 想出来的无奈之举 用它来牵制白索成 很多人认为魏荣在容貌上 更胜自己的好姐妹白应兰一筹 所以他们两个人被称之为果敢双胶 白应兰走的是知性份 魏荣走的就是贵妇份 他经常在视频平台上 穿金带银的宣传自家的亨利集团 是如何的有实力 能够让人一夜暴富 魏荣专攻网络营销 还打造出了一支网红队伍 里面有男有女也有不男不女的 各个能歌善舞千娇百妹 他们通过短视频直播宣传果敢是遍地黄金 亨利集团里面随便一个人的工作月收入 就是几万元 而且集团里面是美女帅哥如云 梦想着白富美投怀送抱的小伙 和梦想着吊上金龟婿的姑娘们 到了亨利集团就会傻眼了 就会发现上了贼船 亨利集团是会向社会提供一些工作 不过都是些最基本的 什么保洁和服务工作 所得的收入也非常少 仅够糊口 稍有姿色的姑娘就惨了 他们会被直接送进亨利集团 所经办的妓院 或者被培养成网红 继续为亨利集团骗人 姑娘们的遭遇虽惨 小伙子们的遭遇可能还有有过之 如果是兜里有几个钱的小伙子 会被先送到赌场 迅速掏空荷包之后 就和百胜集团一样的流程了 他们会被拉去作为电诈员工 诈骗业绩不好 就会被倒卖 最后沦为嘎腰子的候选人 成为亨利集团的人矿 所以魏荣和白应兰 他们俩又有一个绰号 叫做缅北最强嘎腰子组合 根据美国国家卫生院NIH的资料 缅甸的器官移植手术起步很晚 在2010年以前 全国只有一家医院 可以做器官移植手术 平均每年也不过几例而已 但是到2010年以后 器官移植手术突飞猛进的发展 全国能够做移植手术的医院 猛增到9家 而且每年的手术量 暴增到几十例到上百例 器官移植的类别也非常广泛 从眼角膜到肝肾移植都有 缅甸是一个有佛教传统的国家 并没有捐赠器官的传统 根据9家医院的记录 从2010年至2021年这11年间 一共有56例肝脏移植手术 其中两台手术的肝脏 是来自于已故的捐献者 剩下的54例 供体都是来自于没有亲缘关系的 所谓无名捐赠者 器官移植之所以困难 主要就是在于配型 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 叫做人类白细胞表面抗原配型 简称HLA配型 简单的说就是啥锅配啥盖 如果型号不相合换了新器官也是白搭 器官捐赠者和患者之间的亲缘关系越近 这个HLA的匹配率就越高 比如孪生子之间的HLA匹配率是百分之百 但亲兄妹之间的匹配率就下降到只有25%了 而病患和无血缘关系的捐赠者之间的HLA匹配率 就下降到了只有百分之一 甚至是几万分之一 所以在缅甸这么大个地方 每年要有多少人矿 才能够完成上百例的器官移植手术 想想都是不寒而栗的事啊 除了白应兰和魏龙 这对夺命双娇 还有一位蛇蝎美人 他叫朱仙美 朱仙美和仙字一点不沾边 但是说得上美是那种妖艳式的美 他和白应兰魏龙不一样 他并不是来自于缅北四大家族 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云南妹子 他原本真的是一名网红 嫁给了缅北瓦邦军阀之子鲍军龙 如果说来到缅北 追寻着公主梦的中国妹子们全都梦碎了 那也不是事实 朱仙美她就圆梦了嘛 只不过只限于她一人 而且她的圆梦是建立在别人梦碎的基础上的 瓦邦在国杆南面和国杆一样 也属于缅甸的军阀自治区 瓦邦联军总司令叫鲍有祥 而这位鲍军龙就是他的侄儿 鲍军龙在瓦邦联军担任炮兵旅旅长 鲍有祥牢牢控制着瓦邦 约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有近三万正规军 是目前全缅甸实力最强的军阀力量 所以鲍有祥堪称是瓦邦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他不仅长期为瓦邦的诈骗分子提供保护 收取高昂的保护费 甚至让侄儿暴军龙炮旅旅长 直接经营诈骗园区 于是夫畅夫遂 朱仙美就成了瓦邦诈骗园区最好的活招牌 朱仙美走的是网红奢侈风 喜欢百阔 他常常在直播中 秀出鸽子弹大小的钻石戒指 比赌王四一太还要土豪霸气的翡翠项链 至于名包名车豪华别墅 那就更加不在话下 朱仙美会在直播当中 不停的显摆 自己嫁到瓦邦那是多么的幸福啊 似乎只要傍上了瓦邦军阀 女孩们就会被宠成小公主 以至于导致中国的网络言情小说当中 出现了一种新的派别 叫做缅北爱情文学 让无数想不劳而获生活的 中国年轻女性 开始对缅北新生向往 把去缅北旅游 傍上大道总裁 当成了人生目标 今天讲的最后一位女魔头 姿色虽然不如前面三倍 但是她能够名列缅北四大女魔头 那也是有过人之处的 就是胜在够狠 够独 够聪明 她叫明珍珍 她是果敢明学昌的孙女 明学昌虽然没有 寄身果敢四大家族之力 但是在电炸这个行当里面 她算得上是果敢老大 当年就是明家第一个把电炸行业引进了果敢 而明珍珍 这个才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则是把明家的电炸业扩大了两倍 在业务能力上 她算得上四大女魔头里最强的一位 2021年 明家的长孙明国安 因为在果敢的大街上策马狂奔 被摔下来变成了职务人 于是从上海某高校刚刚毕业的明珍珍 就被家族召回 执掌家族企业卧虎山庄 明珍珍不仅骗亚洲人 还骗来了各种肤色的人 在卧虎山庄当诈骗犯 也是她下令活埋了1020惨案当中的 四名中国警察卧底 不过这位心狠手辣的女魔头 在11月底已经被捕了 她也是四大女魔头当中 唯一一个已经确认落榜的 那以上就是被称为 缅北四大女魔头的 白应兰 魏龙 朱仙美和明珍珍 各个貌美如画 却心如蛇蝎 让只看表面的外貌协会的成员们 趋之若鹜 事后又闻风丧胆 那除了明珍珍之外 白应兰等几个蛇蝎美人 什么时候会落榜呢 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自从同盟军在10月围攻果敢以来 果敢大大小小的电诈集团 开始逃离果敢 四大家族的人也陆续向不同地方疏散 缅甸军政府在中缅边境就截获了 大约3万人的电诈嫌疑人 有一部分已经移交给中国了 不过从目前透露的名单来看 还没有抓到四大家族当中的重要成员 目前已知 白应兰 魏龙 这些四大家族的主要成员 多数都拥有中国公民的身份 能够长期出入中国 比如白应兰的一个中国名字就叫李孟娜 魏龙的一个中国名字叫陈荣 他们都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时缅甸的局势也正处于非常微妙的时刻 果敢同盟军在12月1号包围了果敢首府老街 和四大家族一直处于对峙状态 四大家族手里仍然有可观的武装力量 双方可能会持续发生相当长时间的武装冲突 另外一方面缅甸军政府已经有点hold不住局面了 因为已经有军阀开始趁乱攻击政府军了 现在北京的中共政府也正在积极与缅甸军政府接触 希望军政府能够控制局面 因为善邦是中国从缅甸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一个主要来源 如果缅甸一旦内乱扩大化 电炸集团的头目们逃跑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所以缅北电炸最后到底是会被彻底清除 还是会以另外的形式东山再起呢 其实现在还是未定之天 至2023年底 缅北四大女魔头当中的三个 还处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状态 她们到底下落在何方 她们的所作所为的全盘真相能否被揭开 那只有随着缅北局势的明朗 和四大家族命运的尘埃落定才能够揭晓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咱们今天的话题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如果不是蛇蝎美人 估计还当不了女魔头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